陳發勇近日在無線新劇《島城群英會》裏 同陳百祥上演世紀人工呼吸令他人氣急升 事業上就在於第二春,感情就 dry足8年 日前陳發勇就被影到在將軍澳完成工作之後 一個人去吃落幕壽司,一個人去橫衫 唉,真是好慘 這天他接受東網訪問時,我當然要代表全香港市民問他 為何不拍拖? 有些人說我眼角高,我是有的 我的經理人甚至跟我說他看《盛女愛作戰》 他說其中一個就是你,還在發夢 在想愛情會像公主和王子,還要有海膚石 我真的是這樣 我是真的… 你不會實際一點想,你只是一個本 我是… 我是要很愛對方,我才會跟對方拍拖 其實陳發勇,現實中所面對的打擊亦有很多 除了試過因為操勞過度而火燒心狂吐 去年亦都經歷了非常克制的一年 可能因為去年,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克制的一年 因為我媽媽又因為病離開了 在我入劇組的前一段時間 就以為媽媽有糖尿病 試得不好 但當我入了劇組 我想兩個星期左右 就知道媽媽原來是癌症 變成了我會中廣兩面走 經常都很疲倦 可能心情又不是太好 經常都會哭 那部電影還沒拍完,我媽媽又離開了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 那一年對我來說是比較克制的 然後結束了一部電影 我又去了西藏拍電影 誰知道上去又自己適應不到 就變成了高山反應 回到香港,每天都要去看中醫 所以調理的時間也很長 才真的覺得沒有了頭痛 不舒服的感覺 學黎明說齋 哼哼過後有聽到 哼哼過後一定有好事等著你 開眼睛